据朝中社6日报道 北韩国防科学院5日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这距离去年9月 北韩首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时隔90余天 报道称 此次试射再次验证了导弹在飞行主动段的 飞行可控性和稳定性 并对新引入的侧面机动技术的执行能力进行了评估 报道还称 导弹准确命中了设置在700公里以外的目标 高超音速导弹试射的连续成功 意味着战略武器部门最重要的核心课题完成 具备战略性意义 此前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北韩于5日上午8时10分许 在慈江道一带向东海发射了一枚 疑似弹道导弹的不明发射体 高超音速导弹能以最高达音速5倍以上的速度冲向目标 与弹道导弹不同的是 这种导弹还能够机动规避 很难拦截 去年1月 北韩在劳动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将研发高超音速导弹 作为战略武器最优先五大课题之一 去年 北韩首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后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 北韩的高超音速导弹开发尚处于初期阶段 投入实战部署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